独一无二的拳法 炉火纯青的柔术 他是化骨棉长的 非一技成人 不管对面是什么咖位 只要让他感觉到半点不爽 就会用大腿把子 给他们上课 他是UFC的未解之谜 深不见底的血条 就像八角龙内 行走了丧尸 他是斯托克顿匪帮的二当家 来自暴力街区的 超级狠人 除了玩世不恭的 强大心理 还有蔑视一切的 绝对自信 当年 心理战大师嘴炮康纳 为了在赛前 瓦解他的意志 几乎翻遍了 喷人36G 但在这个人眼里 依然觉得康纳 只是个假狂人 当年世界的格斗选手 很多人只是在假扮恶棍 不是为了营销 就是只会装枪做事 也许只有这个男人 一举一动 都是在做自己 他到底是谁 能让全民对他如此着迷 甚至嘴炮为了打败他 也险些和白老板 当场翻脸 他就是小麻 内特迪亚兹 虽然如今的小麻 已经离开了UFC 但江湖上棉花拳的传说 可依旧是响当当的存在 这世麻是兄弟的看家绝技 不仅在UFC列台 发扬光大 也成了威震天下的 武林绝学 本期视频将会带你一起了解 小麻迪亚兹的传奇故事 他是如何从街头混混 成为格斗界的流量巨星 又是如何击败 巅峰时期的嘴炮康纳 和其他的格斗明星一样 小麻的童年也是不幸的 1985年4月 小麻出生于美国的斯托克顿 这是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在那个地方 帮派之间的斗争 和暴力事件的频发 市民早已经见怪不怪 这个千疮百孔的地方 也被评为美国最危险的十大城市 小麻在家中排名老二 除了哥哥尼克迪亚兹之外 还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妹妹 小时候的麻士兄弟 经常跟着街区的孩子们 被卷入到那些 所谓的帮派斗争中 也让他们在小小的年纪 就不得不在社会上刀口舔血 甚至在这段极其灰暗的日子里 目睹我抢劫 暴力和各种犯罪活动 这些社会中最肮脏的一面 也让麻士兄弟觉得 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有时候我们回收往事 就会发现走过了每一段路 都会成为人生的宝贵经历 而这些特殊的经历 都会有它存在的意义 正是当年在诽谤的生活 才打磨出麻士兄弟 日后行走江湖的那股脾气 和不向任何人低头的坚毅性格 除此之外 极度贫穷的家庭条件 也让母亲默默的扛起 养活兄妹三人的生活重担 每当他们看到其他的孩子 住在更大更舒适的房子里 经常有新衣服和新玩具 每天都能吃到丰盛的食物时 他们却只能穿着破旧的衣服 甚至还在为下一顿饭而发愁 在小麻11岁那年 一则广告了横空出世 彻底改变了麻士兄弟的命运 当年有一家柔术训练馆 承诺只要在这里报名的学生 就会在每天训练完之后 免费提供不限量的墨西哥卷 为了实现墨西哥卷自由 尼克第一次对柔术产生了兴趣 尽管当时的生活十分的艰难 但母亲还是支持了尼克 后来经常陪哥哥训练的小麻 也跟着哥哥的脚步正式归队 这个看似吃货的决定 却将他们学业里的运动天赋 逐渐的显露出来 尽管一开始的小麻 对柔术这项运动并没有兴趣 但哥哥尼克却始终认为 这里的墨西哥卷天下一绝 而柔术这项运动 也能让当时的麻士兄弟 从帮派的争夺中彻底上岸 至此巴西柔术就和麻士兄弟紧密相连 或许是每天都可以和哥哥一起训练 他越来越享受在训练馆的时光 也逐渐将柔术这项运动 从开始只为了填饱肚子 变成了横扫对手的杀手锏 麻士兄弟的传奇人生 也被墨西哥卷正式启动 当街头混混踏入格斗了一台 他的打斗风格究竟有多骚 嘴上魔法攻击双拳物理伤害 这个浑身血液里都流淌着暴力基因的狠角色 甚至在打到兴奋时 还不忘宴请对手吃上一顿大逼兜子 这就是小妈迪亚兹的战斗形态 早在2002年 这个古兽如柴的男孩 就用自己的柔术技巧 把成年的对手压在身下 再有那招来自街头的问候 山的成年男子是一脸懵逼 最终用一套漂亮的十字固结束比赛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咸手且自信 甚至这场比赛过后 他的脸上还没有来得及流汗 而这个外表若不经风 却将柔术玩到飞起的男孩 就17岁的小妈迪亚兹 在哥哥尼克的影响之下 小妈在19岁那年 也正式进入了职业擂台 在生涯的手袖当中 就用一招三角锁降服 并不续任地战胜了对手 并拿到了职业生涯的医血 与此同时 巴西柔术出身的小妈 还曾代表美国国家队 参加了世界柔术锦标赛 并在当年的比赛中获得了银牌 截止到2006年 小妈取得了五胜两负的战绩 并且在这一年 跟随着哥哥尼克的脚步 受邀参加了UFC的终极斗士 不仅凭借着吊炸天的性格 成为了当年最受欢迎的选手 甚至还以三场全胜的战绩 一路杀进了冠军争夺战 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 当双方打到第二回合 对手就因肩膀受到创伤 而被小妈轻松的赢下了比赛 这一战不仅成为第五季的冠军 还拿到了六位数的路火合约 从这一刻起 小妈也终于被UFC收入麾下 小妈的首场比赛 对手就蔑视了放下狠话 这一战将会踢爆小妈的菊花 但狠话归狠话 当双方进入了一台 小妈也不是良善之辈 他只用了一个回合 用一招凶狠的断头台获胜 就这样对手只能宣布认输 毫无悬念的赢下了比赛 这就是实力上的碾压 也是普通选手和格斗天才的天壤之别 这也让后面的故事 变得更加波澜壮阔 加盟UFC之后 小妈一口气打下了五场连胜 就在小妈如日中天之时 狂暴之徒野人的突然出现 也将小妈的连胜记录 瞬间斩了个稀碎 尝到失败之后的小妈迪亚兹 竞技状态也出现了直线滑坡 但你可以永远相信小妈 他不会像其他选手一样 一旦遇到半点逆境 就会因此而一蹶不振 你不要忘了 他可是斯托克顿匪帮的二当家 不仅有着超高的格斗技艺 同时也是一位打不死的真正斗士 曾经在对待牛仔时 就上演了一场心理学教科书 在赛前的媒体活动中 小妈对着牛仔二话不说 就先来了一波魔法攻击 不仅在对视中 扇飞了牛仔的帽子 还在赛前点燃牛仔心中的怒火 随后进入了八角铁笼之后 不断地朝着牛仔竖起中指 边打边骂 咄咄逼人 也让牛仔一改往日的风格 从慢热行了冷静大师 变成头脑一日的冲动大叔 这一改变也掉进了小麻的圈套 数不尽的无脑进攻 让小麻的战术如鱼得水 15分钟的比赛 牛仔军冲动陷入到被动 被小麻足足命中了238拳 这场心理上的博弈战 也成了牛仔职业生涯中 刻骨铭星的一场反面教材 在战胜牛仔的4年后 小麻也终于等到了机会 接下来一场速敌之战 杨叙事代发了小麻迪亚兹 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真正巅峰 你能想象巅峰时期 目中无人的嘴炮康纳 却被这个男人彻底终结吗 这么多年以来 不懈努力的小麻迪亚兹 尽管在擂台上已经名声大噪 但却一直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 人们提到真正的大神 就会提到哥哥尼克迪亚兹 但叙事代发的小麻迪亚兹 在遇到嘴炮康纳之后 也将自己的地位拉到了巅峰 小麻可怕的地方 不只是前面提到过 扎实且恐怖的地面柔术 和难以招架的棉花拳法 他的钢铁下巴和续航能力 也是联盟独一无二的存在 甚至自从出道以来 还没有哪一位对手 能够真正的一拳KO小麻 除了天生自带的痞子气 和不达木底不罢休了狠劲 不可一世的麻士兄弟 也是铁人三项的忠实粉丝 永不吊阁的超长待机 就是让对手崩溃的武器 而这其中也包括 刚刚终结羽量级国王 保持着生涯最强状态的 嘴炮康纳麦格雷格 此时战无不胜的康纳 在雨量级13秒创造了神话 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超级冠军 就选择连跳两个级别 来到次中量级挑战极限 而作为替补出阵的小麻迪亚兹 也成了大多数体育媒体 眼中不被看好的超级倒霉蛋 官方给出了赔率为-400 甚至有不少人觉得 这场比赛安排的目的 就是想让康纳拿小麻练手 为下一场的双冠提前铺路 但这些猜测都只是单方面的想法 对于小麻来说 不管对手安排的是谁 那就一个字干就完了 在赛前发布会环节 杀人注心的嘴炮康纳 搬出了最致命的心理战术 当嘴炮说精准战胜力量 小麻就一句 当嘴炮说 我能让你成为百万富翁 小麻又一句 当嘴炮说 你就不会点别了吗 小麻还是一句 是的 嘴炮引以为要的魔法攻击 却遇到了自带魔法免疫的复毒机 油盐不尽的小麻 也让擅长垃圾化了康纳 第一次在口水战中 无言以对 麻是兄弟行走为江湖 只讲留一个意思当头 在UFC196的对视环节 嘴炮像往常一样 当场发飙 但刚刚拍掉小麻的拳头 哥哥尼克就带着诽谤兄弟 冲到台上 想要围殴嘴炮康纳 甚至意犹未尽的双方 在比赛开始前的几秒钟 还在互相的问候着对方 这一刻双方的仇恨值 瞬间拉满 这场比赛一开始 康纳就扛着毁灭武器 那支引以为傲的左拳重炮 朝着小麻无情地抠动了扳机 甚至弹药库的炮弹是否够用 也完全不在康纳的考虑范围 因为这个男人始终坚信 自己只需要一个回合的炮轰 就能让小麻死无葬身之地 但这次康纳错了 他所遇到的小麻 是出了名的扛打怪物 不仅出道至今从来没有被KO的记录 就连血条的长度 也是整个联盟绝无仅有 别人只有一条血条去参加比赛 而这家伙就像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在购买血条时 赶上了买一赠二的活动 所以尽管小麻已经见血 其实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当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康纳也出现了旅程焦虑 眼看油箱已经彻底见底 弹药库的炮弹也所剩不多 可眼前这个嗜血的怪物 却丝毫没有倒下的迹象 甚至在吃到重击之后 还能像丧尸一样向前逼近 这一刻小麻等到了机会 也是时候轮到小麻出手了 最终体力不支的康纳 选择了最不擅长的下潜爆摔 但在巴柔黑带小麻面前 这个动作就算是奔赴刑场 没有任何意外 小麻也裸脚轻松收尾 这就是小麻迪亚兹的恐怖 虽然赛后已经是血染满面 但永不破防了下巴 无限续航了体能 和绵绵不绝的棉花拳 就是老天赐予小麻 按身立命的手段所在 前游女王被高扫 尖油嘴炮被裸脚 对于顶级格斗巨星来说 或许最可怕的不是伤病 而是来自耶的 封面魔咒 小麻和康纳 不仅献上了一场精彩对决 也让观众看到了峡谷柔情 无论赛前是如何的剑拔弩张 但当结束的铃声响起之后 擂台上的画面 又会变得一团祥和 毕竟这一切都只是工作 只是生意 康纳也在赛后的采访中 直言不讳地表示 这是自己入行以来 第一次进入到恐慌模式 甚至在第二回合 自己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或许康纳能有今天的成就 离不开身上的那份坚持 在输给小麻之后 康纳战无不胜的战绩 也随着比赛而瞬间倒塌 为了保住康纳的商业价值 白老板当时给出了建议 要么和尔多打二番战 要么咱们就避开小麻 直接到轻量级挑战冠军 但康纳的坚持复仇 也险下和白老板当场翻脸 如果不能扳回一局 就算自己以后成为了双料冠军 也只是名不正 言不顺的笑话而已 为此康纳推掉了所有活动 每天泡在训练馆里 专心备战 而在另一边 小麻被问到二番战谁会赢 他却自信满满地回答 那必须还得是我 最终康纳的复仇战 被安排到UFC202 之前互相信赏的双方 也在发布会时重操就业 当着所有记者媒体的面 上演了一场水平大作战 而康纳的老婆 也在混乱中意外受伤 一向爱妻心切了康纳 心中的怒火也彻底被点燃 恨不得就在这一刻 将小麻撕成两半 甚至到了比赛的当天 老板担心他们提前动手 也在铁楼的中心竖起了人墙 也预示着这场比赛一触激发 不到六分钟的时间 小麻就被击倒两次 躺在地上的小麻却表示 来啊泡泡 哥想换新车了 有了一番战的惨痛教训 康纳再也不会轻易中计 而是用进化后的精准拳法 一步步稳扎稳打 叠加伤害 小拳拳点刺过后 紧跟着就是一记左手中炮 第三次击倒了小麻迪亚斯 但小麻这边却并不着急 而是淡定地躺在地上 开始研究着汽车性能 皮薄揉后的小麻 也像一番战比赛那样 没攻又一次被打得开裂 渐渐地康纳的体能出现下滑 尘封已久的麻加僵尸 也逐渐地开始解除封印 不知疲惫地朝着康纳逼近 一向勇往直前的康纳 在面对没有疼痛神经的怪物时 也只能乖乖地放下偶像包袱 全场游走 寻找克制丧尸的办法 而小麻也在看准时机后 打出了威震武林的棉花拳 作为棉花拳的二代传人 虽然看起来软弱无力 就像别人打出了六成力量 但超高的出手频率 和难以揣测的刁钻角度 总是能让对手如梦如醉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行随一动 拳游心生 金钟罩 圣心绝 棉花拳 小麻三绝一出 擂台 水与争锋 甚至第三回合快要结束时 小麻用连绵不绝的拳法 一度把康纳死死的空在龙边 麻哥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如果不是回合的铃声响起 小麻还真有机会 借助这一波带走康纳 最终五回合的比赛结束 双锋早已经是血肉模糊 康纳以判定的方式 为曾经的失败一血前耻 一番战时的小麻 拿到了50万美元的出场费 而到了二番战时 身价已经飙到了200万美元 要知道 在遇到康纳之前 小麻的出场费用 最高也只有5万美元 要搞钱 打嘴炮 也成了所有选手的生财之道 当然前提是要忍受 康纳直接内心的嘲讽 她甚至嘲笑迪亚兹 要不是和我打这两场比赛 就你挣的那点出场费 现在还每天蹬着自行车 在柔书馆 教小孩混日子呢 而对判决结果不服了小麻 也毫不留情的 回怼了康纳 这次明显是我赢了 不然老子早就买游艇了 这就是小麻的性格 除了自己的哥哥尼克 他从来没有服过任何人 这种狂傲不计的超级狠人 也让他等到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恶棍之争 同样是来自街头 同样是擂台了狠角色 赛事方以为双方的特殊身份 举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比赛 甚至为了这场冠军赛 专门打造了一条 头号恶棍的腰带 也请到了好莱坞巨星森哥 来为此战的获胜者 亲手颁发这条特殊腰带 一边是迈阿密的街头耶稣 一边是斯托克顿匪帮的二当家 究竟是谁会成为UFC的头号恶棍 在第三回合结束 小麻因为湄公开裂 被医护人员叫停了比赛 等一下湄公开裂 这只是小麻的被动技能好吧 无奈这场恶棍争夺战 却用极其不恶棍的方式宣告结束 2022年UFC279 小麻用一招断头台降服了武学奇才叶师傅 打完了合同的最后一战 这也意味着此战就是小麻的收官之战 尽管在比赛之前 赛事方提出了继续签约 但却遭到了小麻的拒绝 人生太短 余生很贵 这位出道于中期斗士 之后的比赛遇神杀神 因为场场疼狂的表现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格斗明星 就像他的哥哥尼克一样 从当初吃不起饭的难兄难弟 到后来打破了PPV收视率的明星 斯托科顿水帮的阿尔当家 用最热血的打斗 永不低头的态度 人狠话有多的风格 成为了全民心中的匹兹英雄 退役后的小麻 或许会出现在柔树学校 或许会经营他的食品公司 又或许会在某一天 带着自己培养的年轻拳手 再次抵达熟悉的战场 再次杀回八角铁龙 如此为二的真匹兹 又怎会不让观众喜欢 好了 感谢观看本期人物传记 也欢迎在留言区聊聊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